煙燕 姚彤 文靡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好 我們今天看一下 西班牙語動詞的陳述式 先前我們已經看的部分 名詞詞詞組 我把它分類了 然后副词 介细词 连接词 那我们今天 然后上礼拜我们看了动词的时代 语气 动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提到西班牙语动词 它有三个内涵 那我们现在就是依序来看这三个内涵 那我们先看完这个陈述诗之后 再来我们就看命令诗 好 好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 西班牙语动词本身 它可以表达的三个内涵 时代 式 这个式就是语气 就是语气 还有动貌 那西班牙语的动词的时代 简单地来区分可以分成 过去式 现在式跟未来式 所以你还记得吗 上礼拜有看到那个数线图 有没有 零的地方是表示现在 对不对 那左边 左边是过去式 右边是未来式 那再来语言学家也会把西班牙语的动词 如果按照说话者的态度 我们可以再把它分成成述式 虚拟式跟命令式 好 这个命令式 我们今天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你要记得 时代 我们按照时代 就淀朴 英文就是time 就过去式 现在式 未来式 那再来我们如果按照语气 就是讲义上这个式 式 我们可以分成三种 语气 说话者的态度可以分成三种 陈述式 虚拟式 就假设法 还有命令式 命令式我们教了 在初级或基础西班牙语的课程 我们有教过了 那命令式西班牙语 它也有分成肯定命令式跟否定命令式 你如果看课本基础西班牙语文法速成那本书 我记得是放在第六章 我们特别去介绍那个命令式的动词变化 那我们也会再复习一次 好 最后一个是动貌 动貌上次我老师有跟你们提过了 西班牙语的过去式 其实它有三种 就是过去完成式 简单过去式 还有一个是未完成过去式 那当时我们也是用这两个动词来做解释 像港帝跟港大吧 港帝是简单过去式 我还是把这个图把它点出来好了 好 这个在OCW上面我们已经放上来了 有没有 你看 这个未完成过去式 用红色的 上面那个indefinito就是简单过去式 就是港帝 我唱歌 意思都是我唱歌 港帝或是港大吧 我们当作第一人称我唱歌 那简单过去式港帝 你看在竖线上就是上面的 indefinito 一点而已 在竖线上 我老师当然这边是画一个圈 可是其他的位置应该是在这里 就是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那我们认为说是发生 这是一个事实 发生就结束了 比如说我三点钟喝咖啡 我三点钟去上学 四点半去打网球 好 那另外一个叫做 imberfecto 未完成过去式 就刚搭吧 他有一个表示 这是西班牙语 它特有的一个动词的时态 一个动帽 那强调的是 它动作发展的一个过程 好 你看 它在竖线上有两点阿跟碑 那都是时间是发生在过去 那在阿跟碑这个期间 它反复重复的习惯 习惯动作 比如说我小时候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 这是过去小时候一个习惯 小时候可能是你念小学 可能是小一到小六 这六年 我每天都是六点钟起床 所以我用这个时态 那长大后就不一定了 我现在长大了 我当念大学了 我可能没有了 现在都变成夜猫子了 晚上可能早上都起不来 都睡到十一二点才起来 早餐跟中餐一起吃 也有可能了 所以in bad facto 未完成过去式 这个时态强调的是 过去的两个时间点内 这个动作 发生的这个动作 它的习惯反复 那再来一个是有虚线 右边这个bad facto 过去完成式 你看那个虚线点点点点点 那它的结束点是在现在 它动作的结束点是在现在 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认为 这是也有一些语言学家 语法学家把它称为 现在完成式了 因为它的结束点就是 说话者心理上认为是 靠近说话的当下 所以你看西班牙语的动词 过去式 基本上有这三种 这三种 这三种语气 这三种时态 就是indefinido perfecto 跟imperfecto 好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照语气来区分 西班牙动词按照 说话者态度来区分 陈述式 虚拟式 跟命令式 我们今天来看陈述式 虚拟式真的就很复杂了 虚拟式 今天其实讲实在话 这学期老师也只能就 这个陈述式 虚拟式 命令式 它的动词变化 那一些使用的方式 做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陈述式比较没有问题 因为陈述式 基本上同学 你在上过基础西班牙语的课程 那现在式的动词变化 你也熟悉了 对不对 我们讲说动词变化都一定 照这个层次来介绍 圆形动词有三种 R R E R的结尾 那每一种动词它都有规则变化 完全不规则变化 还有不规则变化中的规则变化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要去记 那应用在其他的时态跟那个语气 它的动词变化 都是照这个层次去解释的 去做那个分类的 所以西班牙动词 你如果看课本 五十九一跟六十一 你看有十四种 十四种 加起来总共有十四种 时态跟那个时势 还有表示条件的 全部加起来 你看十四种动词 十四种时态的变化 非常多 非常多 我想 好像没有一个 世纪上面有一个语言 像西班牙语 这么样的谨慎 就从句法学来看的话 它做得非常的 它在说话的时候 它在用词 讲话 这个语言非常的谨慎 而且非常的准确 不会有那种模拟两可的情况发生 这跟我们中文差很多了 我们中文 我常用一个这个例子 比如说 你去哪里 我去吃饭 对不对 那你去翻译的时候 你到底是要用未来试呢 还是要用过去试呢 你要看当下 说话者 他的语言环境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 记不记得 你去哪里 老师问学生 你去哪里 上课迟到了 我去吃饭 那可能是 现在是下午1点钟上课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该用什么 用过去试来问 对不对 那如果待会我们上完课了 要下课了 准备要下课了 那要去吃饭了 老师问你 你去哪里 你说我要去吃饭 我去吃饭 这个时候你就要用未来试了 可是西班牙语跟英文 这部分英文可能也一样 但是西班牙语 你一定要注意 说话者当下 他要表达的那个时态 语气到底是什么 你要很注意 你要很注意 所以你看零零种种上加起来14种 14种时态非常多 那每一种时态里面我刚刚讲过了 它动词变化有规则变化 完全不规则变化 跟不规则变化中的规则变化 所以很多 所以真的是 西班牙的动词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其实如果有机会 如果学校愿意的话 愿意再继续录 比如说高级西班牙语 就是要讲虚拟式 假设法这一块的动词变化 怎么样去使用 因为它牵扯的范围太多了 不只是动词变化 还有说话者的心理 什么时候会是用虚拟式 那搭配什么样的时态的动词变化 这部分有得讲了 那我们今天先介绍一下 陈述式 第一种 叫做现在简单式 现在简单式 那这个你们已经学过了 有没有 在初级西班牙语 一开始教你们 就赶快背 这个是规则变化 我们今天看到的 老师放在那个讲义上面的 都是规则变化 如果你要去复习 那个完全不规则变化 或是不规则变化中的规则变化 那可能要请你看一下课本 在基础西班牙语 那本书 我记得在82页那边是完全不规则变化 好像69页那边是第二种 不规则变化中的规则变化 那规则变化 我记得是在62页那边 也是这三个动词 来我们再看一次 好 现在简单式 我们都用这三个动词 R结尾 我们就用Trabajar 这个动词来做范例 所以你看它六个人称变化 我直接念了 Trabajo 我工作 Trabajas 你工作 Trabaja 他 男生的他 或是女生的他 A甲 工作 好 请你注意 Usted 我们在人称的时候 虽然把它放在 你看好像跟第三人称 放在一起 但是Usted是第二人称 我们使用的对象是长辈 礼敬的用法 您 您 放在第三人称这边主要是因为 他使用的是Trabaja 第三人称的动词变化 这样了解吧 所以我们先看 我们看右边 Nosotros 我们Trabajamos Vosotros Trabajais 注意 第二人称复述都有中音 在Ustedes 您们 跟Ajos 她们 阳性跟阴性 Trabaja 我们这边 你看到是六种形式的动词变化 不过有时候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会常说六个人称的动词变化 其实人称不止六个 你们可以去数 你看 Joe Do Usted 还有A A甲 其实加起来不止六个 只是我们概率说 它有六种词尾变化 好像是六个人称的词尾变化 那严格来讲 它应该是不止六个人称的动词变化 但是动词的词尾变化 它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六种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看第二个 Comer 吃 我吃 我就直接念了 Como Comes Come Comemos Comeis Comen 这个蓝色的就是它的词尾变化 第三个 Abrir Ir结尾 打开 我打开 Abro Abres Abre Abrimos Abris Abre 那这个是现在式的规则变化 再有没有问题 好 再来 陈述式的第二种 未来式 请你记得 我们在语气上 按照说话者的态度 把它说成是陈述式 归纳成陈述式是因为 说话者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很客观的 他没有带有主观意识 就是说 我讲这个话是很客观的 我陈述的是一个事实 譬如说 他在学校工作 Maria在学校工作 Maria Trabaja En la Escuela 这是一个事实 陈述式的目的是这样 表达的意念 概念是这样 跟虚拟式就不一样了 虚拟式有时候会有表达一种 欲望 想法 要求 所以他就会 有动词的变化 有虚拟式的词 动词变化 而且他还有所谓的 主句的动词 跟 次要子句的动词 两者必须 实态上要配合 所以虚拟式 我说比较复杂 需要花 也需要花 一个学期来解释 还要做练习 好 我们现在看第二种 未来式 它也是属于乘数式的 那你可以看到 红色的 其实R结尾 R结尾 跟Ear结尾 只要把 这个红色的 这个词尾变化 把它放到原形动词 后面去就可以了 有没有发现到 所以我这边 我这边只有涂成红色 只有R涂成红色而已 那R Ear 一样 Ear 跟Ear 也是一样 好 我念一次 比如说我将要工作 Trabahare Trabaharas Trabahara Trabaharemos Trabahares Trabaharan 它多了一个音节 是多了一个音节 你就只要把这红色的 它的未来式很简单 你看到红色的部分 把它放到原形动词后面去 加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你请你注意 念的时候重音 那我这边当然 我并没有把那个人称代名词 就把它列出来了 因为刚刚现在是已经列出来了 那这边我就不列了 好 第二个 Gomer 我们念一下 我将要吃 Gomeré Gomerás Gomerá Gomeremos Gomeréis Gomerán 好 第三种 Abrir 我将会打开 Abriré Gomerá Gomerás Gomerá Gomerá Gomeramos Gomerés Gomerés Gomeráis 好 简单地说 Gomerán Gomerán 你这样去记 你应该是整个动词这样朗读 那你在念的时候 Trabahare 你就要想一下 Trabahare 我将要工作 那如果念到Trabahare 你们将要工作 这样记 未来你在做对话 会话练习的时候 你的反应 比较容易反应过来 好 这个是第二种未来诗 再来第三种 未来完成诗 你看他有一个未来完成诗 未来完成诗 在语气上有点表现出那种可能猜测 对未来 比如说我们到家时 他可能离开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用这个诗态 未来完成诗 待会我会把这个句子写给你们 那请你这边看一下 我们在讲那个 现在完成诗的时候 已经教你了 对不对 动词比如说 Trabahare 他的过去分词 是不是are的结尾 把它改成什么 过去分词 把它改成ado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黄色的 涂成黄色的 有没有看到 那er跟ir的结尾呢 把它改成ido 把它改成ido 好 请你注意abrir 我这边有蓝色 我这边有蓝色了 abrir 正好这个动词 它的过去分词 是不规则变化 你不可以讲abrido 不可以直接改成ido 你要说成abierto abierto 这是一个不规则变化 就是它的过去分词abrir 它的过去分词 是不规则变化 再有没有问题 过去分词 如果你还有疑问的话 也请同学回去复习一下 在基础课程 动词那部分 就是perfecto 这个时代 就过去完成式这个时代 好 请你复习一下 那我再复习一次 就是ar的结尾 你就把它改成ado er跟ir的结尾 你把它改成ido 就可以了 好 那未来完成式 前面还要再加一个主动词 跟那个过去完成式一样啊 对不对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待会我们会看到 那未来完成式 好 它的六个人称的注动词 就是abre 你先看红色的 abre 就是我 abras 你 abra 他或是你 abremos 我们 abreis 你们 abran 他们或是你们 所以它这 未来完成式 它是一个复合动词的形式 就是有两个动词 一个注动词 一个是主要动词 它的过去分词 好 那这样老师再把这全部念一次 好 trabajar 它的未来完成式 好 我将会完成 应该 我将会 或是我应该会完成 对不起 我将要 我将会工作 或是我应该会工作 会完成工作 好 abre trabajado abras trabajado abra trabajado abremos trabajado abreis trabajado abran trabajado comer comer 这个 吃 这个动词的 未来完成式 abre abre c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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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comer abremos c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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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第三个 a abre 直接 börja 好 刚刚讲 我举个例子 好 来 我们看这一句 好 我念一下 这个动词是简单过去式 这个是简单过去式 好 当我们到家的时候 是一个时间的连接词 我们到家的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去学校了 esquela 是学校 你看habran ido 是一个表示什么 它的时代是用未来完成式 我们到家的时候怎么样 他们可能已经完成这个动作了 什么动作 到学校去了 好 所以未来完成式 未来式也是一样 除了表示动作 它未来将会完成 它还有一个概念就是 它还有一个含义就是 会表达那个可能性 议测 说话者会表达猜测 议测 还有可能性 像这一句 我们到家的时候 他们可能已经去学校了 好 第四种 这边老师是写现在完成式 那有些人也可以说成 过去完成式 因为它动作发生在过去 它动作起始 这个动作开始的时间 是在过去 但它的结束点 我们刚好看到 那个虚线的嘛 虚线的嘛 如果我们在数线图上面 那个虚线就是bad fact dog 它的结束点是在靠近现在 非常靠近说话者的当下 所以你要说它是现在完成式 像英文的have加上pp 或是把它说成过去完成式 应该都可以了 如果说成过去完成式 是因为它的时间在数线上 就是在过去的 时代在过去式的这一步 左边那边 好 你看这个 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应该在基础的课程 我们学过了 对不对 那个红色的部分 有没有 老师有教过你们啊 动词的过去分词 我们刚解释过了 ar结尾 就是通通把它改成 ado 那er ir 通通把它改成ido 我们这边换一个动词好了 老师这边帮你换一个动词 因为abrir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不规则变化 好 那我们现在换一个 你就比较了解 老师刚刚讲的 er ir 这个结尾你要改成ido 那现在完成式 他六个人称的变化 在这边我用涂成红色的 a 就是代表我 as 代表你 a 代表他或是您 emos 代表我们 abéis 你们 an 您们或是他们 好 我全部念一次 好 现在完成式 西班牙文把它称为 perfecto te indicativo te indicativo 好 trabajar 他的现在完成式 he trabajado has trabajado ha trabajado h trabajado hemos trabajado habéis trabajado habéis trabajado han trabajado comer 吃 这个动词 他的现在完成式 he comido has comido ha comido hemos comido habéis comido han comido 好 最后一个 vibir 住 或者是生活 he vivido has vivido ha vivido hemos vivido habéis vivido habéis vivido habéis vivido 好 到这边摸问题 这个时代你可能有时候 会跟英文 觉得很像 像英文就是 我曾经住过 I have a lived in Taipei 对不对 那西班牙语就是 he vivido in Taipei 但是西班牙语 它有另外一层 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除了表示经验 英文 比较是属于表达经验 I have lived in Taipei 我曾经住过台北 但西班牙语它有另外一个含义是说 我住台北 我住在台北这个事 这个经验 这个过去的事实 可能很靠近我说话的现在 可能是上个礼拜 到上个礼拜为止 我还住在台北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就是我住在台北 这个经验 这个事实 可能是发生在 我说话的当下 刚刚结束 西班牙的那个 现在完成时有这个含义在 除了表达经验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说这个动作 它发生在过去可能 但是它的结束点 可能是说话的当下 这个事实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住台北这件事情 可能到我说话的前一天 可能已经结束了 我现在不是住台北了 我现在是住台南了 好我们再来看 A 对不起 A 未完成过去式 好未完成过去式 其实就是刚刚 在数线上我一直强调 表示过去 反复的动作经验 那就是数线上在过去式 那个A跟B那两点之间 那我们用这个时态 然后就未完成过去式 那它是属于 那个 动词 动词的三个内涵里面 我们叫做动貌 那西班牙语叫做aspecto 这一个部分 好它也有它的那个 六个人称的词尾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 未完成过去式 西班牙语叫做imperfecto de indicativo imperfecto de indicativo 来你再看一次这个数线 因为我刚刚一直讲说在这里 就是这个imperfecto 它发生在过去的两个时间点 A跟B之间 在这个时间点内 反复重复了 或是一种习惯的动作 好 这个你们要去记了 它的动词变化很特别 像trabahar ar结文 你看红色的 它是abba 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 学生喜欢这样背 abba abba abamos abba trabahabais abba 第一次听很特别 好我念一下 我过去很经常什么工作 反复的工作 可能几点到几点 或是在什么地方 好 这六个人称我念一下 trabahaba trabahabas trabahabas trabahaba trabahabamos trabahabais Trabajaban 再来 你们看到 Trabajabamos 注意哦 第一人称的复述形是 Abamos 这样的问题 Trabajabamos 特别好 念起来很不一样 好 R跟IR结尾 就通通都是蓝色的 这种变化 R跟IR的结尾就是 IA Ias Iamos Ias Ian 好 我们念一下 Gomia Gomias Gomia Gomia Gomiam Go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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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吃 可能你过去小时候进场怎么样吃什么 小时候可能妈妈蹲鸡肉给你补一补啊 吃鸡汤喝鸡汤或是吃鸡肉 就表示过去 小时候那段期间经常发生的动作或是习惯 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 Abrir 也是一样 跟刚刚看到涂成蓝色的一样 好 老师念一下 Abrir ABRIA ABRIAS ABRIA ABRIAMOS ABRIAS ABRIAL ABRI Run 好 再来 好 我们再看第六个了 这里是属于乘数式的 简单过去式 好 简单过去式 西班牙语叫做 preterito indefinido 简单过去式 简单过去式 你就把它想成跟英文那个go 变成went一样 它发生在过去的一个时间点 发生就结束了 没有去强调 不会去强调它的那个动作 发生的那种反复 或者是习惯 如果你是强调反复或是习惯 经常发生的动作 那就要用刚刚那个时代 未完成过去式 好 这个也是它的动词变化 我把它涂成蓝色跟红色 这个同学要去记 像R结尾就是涂成蓝色的 那R跟IR结尾就涂成红色的 好 老师念一下 Trabahar 好 简单过去式 Trabahar 六个人称的词尾变化 Trabahe Trabahaste Trabaho Trabahamos Trabahasteis 这边第二人称副书情你要比较注意 你会觉得比较多音节 比较多个音节了 比如说你们工作 你们过去 你们昨天下午三点钟工作 或是你们昨天下午三点钟工作 在学校工作 Trabahasteis 注意一下这个念法 Trabahasteis 我们看一下吃 Comer 我吃 可能我昨天下午一点钟好饿 又跑去吃了一点东西 就强调那个时间点 我去吃的东西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 发生就结束了 再来第三个 打开 我们就直接念了 因为它跟那个 Comer 涂成红色的一样 Abri Abriste Abrio Abrimos Abristeis Abrieron 好 这个是简单过去式 好 这个竖线 我们再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我去吃 我要去吃饭 这个是 这是未来式 这个范例 好 我们把 刚刚陈述是 几个时代的范例 我们把它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我要去吃饭 涂成蓝色 它就是未来式 Boyagomer 或是你用刚刚的词位 变化也可以 比如说 Ear结尾 就是 Ele Ele agomer 好 那Ahora是现在 说话者当下 我们把它当做 数线上把它当做是零 你看 现在完成是 Perfecto 如果说 Ego Mido 就是表达 我吃过了 我刚刚吃过了 有时候我们会再加上 中文 我们会强调的话 我们用这个 表达语 这个副词 刚刚 打不上去 没关系 你们知道 我打不上去 我刚刚吃过了 刚刚嘛 强调是什么 我们中文的刚刚也是说 这个动作刚刚才结束 刚刚发生 刚刚吃过了 我们就用 Perfecto这个时代 那 Indefinido 简单过去式 就是我们刚看到这个 简单过去式 你看 他强调的是什么 在数线上 这边是打叉叉的 这一点 比如说 Ayer Comi a las tres De la tarde 昨天下午三点钟 我才吃 这个动作 我发生在 昨天下午三点钟 我强调是 事实 过去 昨天下午三点钟 我吃这件事情 发生在过去 那吃完就吃完了嘛 这个动作就结束啦 对不对 我没有去强调习惯 反复 没有 我就是强调 我只是说 这是一个事实 三点钟我吃了东西 所以我用这个时代 Ayer Comi a las tres De la tarde 好 那我再举一个 假设是在这AB两点 我写一下 是在 AB这两点 我们用蓝色的 好 如果是在AB这两点 我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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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看一下 你看我如果用 estabang estabang 就是未完成过去式 estabang estabang imperfecto de indicativo r结尾就是 abas abas abang re的结尾就是 i am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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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難怪 好 你看这个方廉 quando je guay akasa je guay 它是一个简单过去式 我到家 到家就到家了嘛 这个动作发生就结束了 quando je guay agasa 但是我强调我到家这个时刻 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点怎么样了 Los niños estaban comiendo Los niños 小孩子正在吃东西 你看这个很特别 这个时间点 就是叉叉 上面叉叉那个地方 可是我把它无限的放大了 就是我强调的是说 我到家这个时间点 这个时间你把它拉长 发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Los niños estaban comiendo 小孩子正在吃东西 他们正在吃东西 因为我到家这个动作 一般来讲 我们脚踏进家门就结束了 对不对 就算到家了 应该不会持续 好像你一直站在 一直在那边进进出出 一下进去一下出来 跳进去又跳出来 不会这个样子 很奇怪 我们的概念就是 我到家 这回事就结束了 可是在这句话里面很特别 西班牙语 这句话就很典型的 就是indefinito跟imperfecto 这两个实态的搭配 就是重书子句 我用indefinito动词变化 主要子句 我会用imperfecto 这个实态的动词变化 强调是什么 重书子句那个时间点 我把它无限的扩大 延伸 就是在他这个期间 那我有另外一个动作 可是我很强调另外一个动作 发生是一种持续性的 像这句话 我到家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到家的那个时刻 我看到怎么样 小朋友怎么样 正在吃东西 他们一直在吃东西 estaban comiendo 好 这个是陈述式 陈述式 那下面当然老师这边 还有列了很多副词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所以在基础西班牙语 这边我们也有介绍过了 它搭配的副词都是固定的 比如说左边这边 你就是搭配 现在完成式 那右边这边的副词 就是搭配 简单过去式 这个我们在基础课程 我们有讲过了 有空同学再 把讲一点出来看一下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了 叫做月完成过去式 叫Blusquam Perfecto 的Indicadivo 月完成过去式 月完成过去式 是很像英文的 有没有 两个动作发生在过去 对不对 先发生的 怎么样 两个动作发生在过去 那距离现在比较远的那个动作 我们就是用月完成过去式 也就是先发生的那个动作 用月完成过去式 有点像英文有没有 一个用过去式 那另外一个用什么 Head Head加上过去分词 有没有印象 那它的动词变化 你看哦 其实也都是固定的 Blusquam Perfecto 西班牙叫做Blusquam Perfecto 它的注动词变化 就是这样 把它涂成黄色 那请你记得 动词的过去分词 Argeu还是把它改成ado Er跟Irgeu你把它改成ido 好我们就念 念一下 念一下这三个范例 比如说Trabajar 好老师念 Habia trabajado Habias trabajado Habia trabajado Habihamos trabajado Habias trabajado Habian trabajado Oh comer Habia comida Habias comida Habia comida Habíamos comido Habias comida Habian comido Oh that's right Abrir Habia abierto Habias abierto Habia abierto Habíamos abierto Habias abierto Habia abierto 好,這個時態就叫做 月完成過去式 好,比如說老師再 再舉個範例 好,這句其實跟剛剛你們看的一個 未來完成 未來,就是未來完成式很像 當然未來完成式 這邊是用,剛剛我們是用Abram 那我這邊是用Abram 好,我唸一下 Cuando llegamos a casa Ya había ido A la escuela 好,請你注意, llegamos 我們還是用 這個動詞我們還是用 現在 簡單過去式 這個動作發生在過去 當我們到家的時候怎麼樣 Ya habían ido A la escuela, habían ido 他們已經離開了 他們已經離開了 那哪個動作先發生 他們已經去學校 對不起 哪一個動作先發生 他們去學校 對不對 他們去學校嘛 我們到家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是後來才到家嘛 那我們到家的時候已經發現 人已經不在家裡了 怎麼了 他們已經去學校了 是不是他們去學校這個動作 他們先發生 這個動作先發生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有兩個動作發生在過去 先發生的那個動作 如果是在 就是在過去的時態裡面 先發生那個動作你就是用 這個時態叫做 月完成過去式 那西班牙我們把它稱為 Bluscon Perfecto de Indicadivo 這樣了解嗎 那零零種種 你看這麼多 從前面一直看過來 這些我們統統把它稱為 乘數式 乘數式 我都只有乘數事實 就是很客觀的一個事實 可能動作發生在過去 那或者是過去這個動作是反覆 經常或是習慣 就這樣而已 那跟虛擬式不一樣 我們下次再先看那個命令式 命令式同學在基礎課程有學過了 你可以看一下基礎 西班牙文法速成第六章吧 命令式有分肯定命令式跟否定命令式 如果虛擬式我們會介紹 也可能是只能介紹一下 它的動詞變化而已 也沒辦法再很深入 但是基本上會把虛擬式的一些 重要的用法 我會稍微講一下 那當然未來下學期 如果真的還有機會 再開高級西班牙語 我們就是專門來講虛擬式了 OK 休息一下 謝謝